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周围出现了歪斜 我们的脸部肌肉呢是受大脑神经控制的 如果血管堵塞严重会影响到神经的支配能力 导致眼睛下垂 有大小眼 眼睛睁不开 眼睛歪斜 眼前一瞬间发黑 这就是典型的脑弓血异常的问题 那中风呢只是差临门一脚 那第二呢就是嘴唇歪斜 我们嘴唇周围的肌肉呢也是受到我们大脑神经的控制的 在中风发生之前容易出现一侧的神经功能失调 就会出现一侧的嘴角歪斜 控制不住的流口水 舌头麻木 难以吞电 乳轮刺动情况 如果家里的老人突然就这样了 就要格外的注意起来 不要单纯的以为他只是老了 那第三呢就是跨线歪 我们可以找来纸和笔 中间呢点一个点 然后从这个点出发画螺旋圈 如果线条画的很顺畅 不会有停顿 注意老功能呢是正常的 而如果出现了线条的交叉重合 说明肢体已经不协调了 脑神经已经受到了影响 家里有上高的人呢要留心观察 他是否出现了以上的症状 因为上高的人群是中风的高危对象 如果要预防中风 平时呢要注意饮食清淡控制好情绪 此外呢还要多做这两件事情 那第一呢就是暗柔沉三穴 他在我们的小腿肚这个地方 我们定起脚的时候呢会发现 小腿肚这里有一个人字纹 中间凹血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沉三穴 这个穴位呢是控压起穴 每天坚持暗柔两分钟 能促进身体的微循环 维持血压的稳定 那第二呢就是饮用疏通血管的残饮 如果血管堵瘦了 当成的运动或者暗柔穴位 是很难帮助排出血管中的垃圾的 而在全国中草药民间中有所记载 清淡柳呢能明显的降低血糖 降血脂有助于疏通血管 而普攻因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还能降脂降压 清理血管里的垃圾 我们不妨用普攻因 清淡柳 桑叶 玉米须等能够降脂的药材 多么搭配 研磨后 再开水冲泡 每天两杯排出血管淤积的脂肪垃圾 预防中风更轻松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 还有什么健康问题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会大家及时的回答 欢迎找发收藏备用 关注魔女说生活 更多的养生知识学起来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